唐朝初年 善雄信 一个杰出的将领和武士 因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误解 最终被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处死 时光荏苒 历史的长河波澜壮阔 转眼间已是数百年后 在这个全新的时代 皇朝起义席卷天下 一场关乎天下 苍生命运的大变革正在进行 在起义军中 由一支部队格外引人注目 他们勇猛无比 且每每冲在最前线 这些人的领袖 正是善雄信的后代 名叫善兴 善兴和他的兄弟们 不知为何 在战场上总能展现出 超乎寻常的勇气和力量 一次次的胜利 让人不禁联想到 常咬金当年的誓言来世在报仇 难道这就是历史的轮回 难道这是善雄信家族数百年来 心中积累的仇恨 最终爆发的时刻 一 英雄出狱 在青州的二贤庄 羞风萧瑟 一片金黄的稻田 随风摇曳 二贤庄的主人 善雄信 正站在庄园的门口 目光远眺 这一天 他将遇到一位 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 马蹄声响起 打破了庄园的宁静 一位身穿破旧衣衫的旅人 牵着一匹马 缓缓走向庄园 这人便是秦琼 一名曾在济南府 小有名其的武士 如今却落魄至此 不得不卖马为生 善雄信的目光 落在这位陌生人身上 他的眉头微微皱起 这人虽衣衫蓝绿 但身姿挺拔 眼神坚定 显然非池中之物 善雄信心生好奇 快步走上前去 敢问这位兄台 是否从济南府而来 善雄信开口问道 秦琼停下脚步 抬头望向善雄信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正是 不知阁下如何得知 济南府的秦琼 乃是武林中的知名人物 我虽未曾谋面 却早有耳闻 善雄信微笑着说 秦琼不禁苦笑 如今的秦琼 不过是个流落他乡的 卖马人罢了 善雄信眼中 闪过一丝敬佩 无论如何 秦琼昔昔日的豪情壮志 但某仍是佩服不已 在下庄园虽小 但若不嫌弃 不妨进来歇息一番 秦琼犹豫了一下 最终点了点头 他们一同走进庄园 秦琼的马 被安置在了马厩 庄园里 修过飘香 稻谷风营 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和与宁静 两人坐在庄园的小亭中 茶水鸟鸟 善雄信拿出了上好的茶叶 心自为秦琼弃茶 秦琼接过茶杯 轻轻瞎了一口 眼中流露出一丝赞赏 善雄的茶道颇有心得 秦琼微笑着说 不敢当 只是平日里喜爱而已 善雄信回应 两人交谈甚欢 从无意到人生 话题无不涉及 善雄信听得出秦琼的话语中 透露出的沧桑与不甘 心中更加敬佩这位曾经的武林高手 二 患难中的友情 在一次艰难的旅程后 秦琼不幸病倒在魏征庙 一个偏僻而古老的庙宇 消息传到二贤庄的善雄信耳中 他闻讯后心急如焚 立即骑马赶往魏征庙 夜色中 善雄信及时在荒凉的道路上 他的忧虑在月光下愈发沉重 到达魏征庙时 他发现秦琼躺在庙中 面色苍白显然病情不轻 善雄信心中一紧 立刻上前查看 秦琼 你怎么样 善雄信关切地问道 秦琼勉强睁开眼睛 微微一笑 善雄 幸得你来 我这便好多了 善雄信没有多话 迅速将秦琼扶上马 小心翼翼地带回二贤庄 庄园内 他安排了最舒适的房间给秦琼 亲自照料他的饮食起居 日复一日 善雄信如影随形 细心照顾着秦琼 使他的病情渐渐好转 在这段时间里 两人的友情日益加深 秦琼康复之日 善雄信特地为他准备了一匹粮居 和一些金银 以助他未来的行程 秦琼握着善雄信的手 感激地说 善雄 你的深情厚意 我无以为报 秦琼 你我兄弟情深 相助乃兄弟之情 无须堕言 善雄信微笑回应 秦琼双手紧握金银和马江 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但兄 你的安情 我日后必定加倍奉还 秦琼 江湖路远 你我今后或许还有机会并肩作战 到那时 便是最好的回报 善雄信朗声说 秦琼深深地看了善雄信一眼 点头 善雄 期待那一日 秦琼骑上马 踏上新的征程 善雄信站在庄园门前 目送他的身影渐行渐远 心中充满了不舍与期待 这次的救助 不仅深化了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 也为未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他们的友情将成为他们各自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三 瓦岗起义 大业九年 天下大乱 宅让在河北起义 声势豪大 震动了整个中原 大业九年 天下大乱 宅让在河北起义 声势豪大 震动了整个中原 这一年 善雄信和徐世纪 两位江湖中的英雄 决定投身这场波澜壮阔的起义 成为瓦岗军的核心力量 在瓦岗军中 善雄信和徐世纪 迅速展现出他们的武艺和智谋 成为宅让麾下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他们的加入 无疑给瓦岗军带来了新的生机和火力 宅让在军中召开了一次大会 他站在众人面前 目光扫过每一位将领 最后落在善雄信和徐世纪身上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赞叹道 由善 徐二位兄弟加入 瓦岗军的实力更上一层楼 我们必将大有作为 徐世纪站起身 沉声回答 宅兄 天下苍生遭受水深火热 我们岂能袖手旁观 只要能为天下百姓谋福祉 徐某义无反顾 善雄信也站起来 他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宅兄 徐兄说得对 如今天下乱世 我们若能为百姓扫清报证 即使牺牲生命 也在所不惜 这番话语 激发了在场所有人的斗志 瓦岗军中的士气高涨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决心和勇气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善雄信 徐世纪和秦琼三人并肩作战 他们在瓦岗军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他们共同策划战略 指挥作战 无数次地在战场上死里逃生 彼此之间的信任和默契也日益加深 一次战后 三人坐在营帐中 围着火堆喝着热酒 秦琼看着善雄信和徐世纪 感慨地说 善雄 徐兄 能与你们并肩作战 是秦某此生最大的荣幸 徐世纪笑着回答 秦兄谬赞了 我们同为瓦岗军议员 共同抗敌 本是应该的 善雄信也饮了一口酒 深情地说 在这乱世中 能有兄弟同亲 共同抗敌 是我善雄信最大的安慰 三人的话语中 满是对未来的期待 和对彼此的深厚情谊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 他们的友谊 如同一束明灯 在黑暗中指引着彼此的方向 让他们在逆境中不断前进 瓦岗军 在他们的带领下 成为了反抗暴政 争取天下苍生安宁的重要力量 四 英雄陌路 那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烛火摇曳 酒香四溢 历史在这一刻仿佛凝固 善雄信和他的兄弟们聚在一起 共度最后的时光 长耀金 一位与善雄信 情同手足的战友 坐在他的旁边 情绪复杂 久过三旬 气氛既沉重又悲壮 在场的每个人都默默地享用着美酒 仿佛在品味着人生的苦涩 长耀金 这位粗犷的豪杰 重重地拍着善雄信的肩膀 眼中闪烁着深情和不舍 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 安慰着即将走向刑场的善雄信 单兄 李家误杀了你大哥 那是他们的过错 但他们也因此付出了代价 若今 你也将因权力之争而走上刑场 善雄兄弟俩都死于李家之手 这个仇恨来世定会得到报复 善雄信听后 神情复杂 他深知自己的命运已无法挽回 但他在这最后的时刻 选择了坦然面对 他放开喉咙 哈哈大笑 酒气浓重地说 成兄说的 有礼 有礼 来世 善家定会报此血仇 他的声音中充满了坚定和决心 仿佛在向世界宣告他的誓言 这一夜 他们放声畅饮 没有了明天的忧虑 只有兄弟间的深情与痛饮 他们谈笑风声 回忆往昔的荣耀与挫折 每一杯酒 似乎都在诉说着别离的悲伤 黎明前的时刻 士兵们来到酒楼 是时候带走善雄信了 房间内的气氛突然变得凝重 所有的欢笑声戛然而止 善雄信占其身来 他的脸上带着从容和决绝 他看着兄弟们 眼中闪烁着深情的光芒 兄弟们 这最后的三杯酒 让我们干了 善雄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 程耀金悲壮地说 愿你来时得以安宁 另一位兄弟 闪然泪下 善雄心一口气干了三杯酒 然后深深地看了兄弟们一眼 转身大步走出酒楼 他的背影显得坚定而孤独 走向了那个 注定属于他的舞台行场 在走向行场的路上 善雄信的心中 既有对生命的不舍 也有对未来的期待 他相信 即使是死 他的精神也会永远激励着后人 他的家族会记住这个仇恨 并在来世中得到报复 行场上 当斧头高高举起的那一刻 善雄信闭上了眼睛 他的生命像一颗流星般划过天际 虽短暂却绚烂 留下了永远的传说 而他的家族 将在历史的长河中 继续书写着属于他们的故事 五 家族的复仇 二百五十年后 历史的长河 在不断的变迁中 带来了新的故事 这一年 是皇朝起义爆发的时期 天下再次陷入了混乱 在这个乱世中 一个名叫善星的英雄 作为单雄信后裔的代表 带领着他的兄弟们 在起义军中英勇作战 他们为了家族的荣耀 和父辈的仇恨战 善星身材魁梧 眼神坚毅 他的身上 仿佛有着祖先善雄信的影子 他和他的兄弟们 在起义军中以勇猛著称 每一次战斗都冲在最前线 无数次的在刀光剑影中 杀出一条血路 战场上 起义军士兵们 看着善星他们的英勇表现 纷纷指着他们议论 看 那是善家的后人 一位起义军士兵 指着战场上奋勇杀敌的善星 和他的兄弟们说 他们的祖先善雄信 今日终于得以削耻 另一位士兵感慨地说道 善星在战场上挥舞着大刀 他的眼中闪烁着复仇的火焰 为了祖先的荣耀 为了家族的尊严 我们不能退缩 他大声喊道 善兄 我们与你同在 他的兄弟们紧随其后 他们的声音在战场上回荡 在一次次的战斗中 善星和他的兄弟们 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决心 他们在皇朝起义中的表现 成为了起义军中的传奇 他们不仅是为了家族的复仇 更是为了天下苍生的安宁而战 以史为敬 刻意知星体 以人为敬 刻意明得诗 点赞评论订阅 我们一起从历史中进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